刘经理 这么晚还没下班啊 最近工地施工比较紧张 我不敢怠慢 当然找 你还要帮小川的忙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真是辛苦你了 这样 周末我请你到我们家 来用个晚餐 尝尝我们空中菜园的 有机蔬菜 算是慰劳你了 你看怎么样 这是我的荣幸 那好 就这么定了 空中菜园的菜 不是我哥种的吗 大婶 你怎么老是看着我 我在想 今天应该摘多少菜 对啊 今天怎么摘了这么多菜啊 老板一会儿要请客 让我多送点菜过去 哦 喂 董事长 我回来了 已经有结果了 好 你别上路 在楼下办公室等我 坏叔 怎么样了 刘星河是 刘花香前进村人 父亲是刘清平 母亲是洪彩霞 刘清平 你说什么 刘清平 他父亲是刘清平 他是哪年出生的 有查到吗 他出生日期是一九八六年 四月二十七日 四月二十七日 刘清平不是他的父亲 他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没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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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刘清平 他偷偷留下了我的儿子 是他偷偷留下了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没有死 我要去找他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他 我是他妈妈 我找了他二十多年 我不会再让他离开我了 可是医生说过 您现在实在不宜太过激动 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通知星辰 中午的家宴取消了 好 我要去找我儿子 董事长 董事长 我要去找我儿子 喂 嘿嘿 我们就坐狐狸的尾巴了 来得刚好 你现在去一趟董事长家里 顺便把狐狸本人也带过来 人造病火 我让他输得心服口服 姓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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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是董事长让我来的 不好意思 他不在家 不在家 是他请我中午来吃饭的 不好意思 他真的不在家 你先忙啊 好 不是 你这干嘛呀 待会你就知道了 你跟我去见个人先 不是 放开我 走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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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为什么他一直让你救他 我刚才说了 我不认识他 既然刘经理不认识 那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我 姓哥 救我 随便你吧 小心刀子 挖了自己的手 姓哥 救我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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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欣哥 你别乱打 为什么都对小伟 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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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哥在 我跟叶辉带你走的 谁说你可以带他走的 刘欣哥 小伟 我不能带他走 小伟 刘欣哥 把他放开 刘欣哥 刘欣哥 放开 刘欣哥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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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帅 大帅 董事长 你们在干什么 不许伤害他 让他们走 董事长 这件事情回头向你解释 今天一定不能放他们走 我说了 让他们走 大婶 你没事 没事吧 这里没有你们的事 快走 快走 小伟 找他 别闹 你胆子也太大了 行程 你还干吗 赶索他去医院现在 哥 哥 哥 谁也习惯生死 小伟 你在哪儿啊 小伟 你干什么 小伟 哥 习惯生死 小伟 他跟我东西在哪儿啊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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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伟 你走开 他跟你好照顾他 好啊 好 给我吧 来 来 谢董事长 咱俩把这杯干了 来 许致啊 有个事啊 我想任你当干儿子 你看行不行 谢董事长少事 是 通过这件事情啊 我是对你彻底相信了 以后再也不会怀疑你了 公司的事呢 以后你还得多努力啊 谢谢董事长 谢谢干爹 我会全力以赴的 这就对了 来 咱们再喝一个 好 饭 就没关系 我 咱们再来 我 你 这 是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来 咱们接着喝 辛苦你了啊 你干的 童童 我在这儿 对了 带钱都来了 怎么了 小北怎么突然受了冲伤啊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起 快 快带我去看他呀 走 走 你是大云北的家属 我是 我是 来 跟我去交费吧 你去1748好吧 1748是吧 我待会儿过来 那我先过来 我过去了啊 小北 童童姐 小北 怎么样 童童姐 你觉不觉得 我特别像电影明星啊 什么电影明星啊 哪儿是电影里面的主角 像你这么酷啊 有一部什么美国大片 好像叫 木乃伊 对了 木乃伊像不像 你啊 这是别的没跟薰和学会 就学会像他一样 耍嘴皮子都人家乐了 子彤姐 你别难过了 我又没死 我只不过是断了几根骨头 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值得了 什么事业事业啊 我看你啊 是八成被别人利用了 好 小北 你还好吗 小北 我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别生气了好不好 行程哥 我问你 当时他们打我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拦着 而且 你还说你根本不认识我 小北 你听我解释啊 我说不认识你 是为了大局着想 如果我说认识你 那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要不是星河哥来得及时的话 我的手都保不住了 行程 小北说的话是真的吗 当然是假的 他们又不是杀人犯 怎么可能下这么重的毒手呢 他们只是想试探我的底线 那你也不能拿小北 去冒这么大的险呢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之前做的事情 将前功尽弃 那小北就白白受伤了 刘星辰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酷啊 这不叫冷酷 叫理智 什么理智不理智的 你这根本在狡辩 你来看什么 我来看小北啊 你不是去找你的破相机了吗 哥 你听我解释 小北受伤 为了就是保护那些证据 如果我不再去保护那些证据的话 我和小北做的努力 将白白浪费 我们伟大的事业 怎么实现呢 你一口一个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事业 究竟是什么呀 你自己看 看到就知道了 你爸全新投入的 外来工之家的项目 在施工中被人偷梁换柱 以刺充好 不知道你爸照这件事情 他会怎么想 这下 不再说我说的没有道理吧 不管有没有道理 反正 把小北弄成这个样子 终究是你的不对 你别搞错了 把小北弄成这样子的人 不是我 是你的前男友友行川 还有 要不是有人 踢我哥倒了一刀 说不定你就见不到我哥了 馨河 现在说的是你 你干吗扯别人啊 还有你哥 你每天 张口闭口的人与道德 好 那我问你 那么多外来的民工 从农村到城市 政府想给他们建立一个 完美的家园 但没有想到 在施工中被人偷梁换柱 以刺充好 他们整天将住在一个 随时可能倒塌的房间里面 你觉得这合适吗 我和小北 把这件事情揭发出来 难道不对吗 哥 不要以为全世界 只有你一个人 有爱心有责任心 有的时候 光凭爱心和责任心 是不够的 还需要用脑子 就你有脑子 不管怎么样 小北伤得这么重 我觉得要给他一个交代 你怎么知道 我没给他交代啊 有时候成功 是要付出点血料的代价 小北 给你拿着 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你想 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吗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助理 这就是你办公室的钥匙 小北 小北 我不是说梦吗 那从今以后 我直接白领了啊 当然 以后我有的 你都会有的 小北 爹 我要当白领了 小北 你别太激动了 小北 你别乱动啊 人家说好了伤疤忘了痛 你这还全身是伤呢 躺好了 我真是高兴啊 子彭姐 星和哥 你们别再怪星成哥了 我心里好受了 也都觉得不疼了 哈哈